如果你的收入是在马来西亚的话 就要报税 如果他是在新加坡工作 那个是不需要报马来西亚 还有样东西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个人或者是公司 在外国赚的钱拿回来 就不需要报税 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文件的收藏 以便改制税务局会问我们 这笔钱 比如你投资房地产 这笔钱是哪里来的 所以如果你是有 能够证明到是外国赚取的钱 新加坡打工工作了四年 拿回来的钱 在新加坡就已经有报税了 你要出示新加坡报税的这些文件 像我们在马来西亚的 不需要客水 费烂的那个层面有两个层面 两种 一种费烂的它有注册公司 我所谓的注册公司 不论是独自的或者是 一种费烂的 另一种费烂的很可能它没有注册公司 就好像做一些贸工啊 什么东西啊 哪一些啊 我讲哪一些建筑啦 工程啊 在税务的法令之中呢 它不理我们有没有注册公司 只要呢 我们有收入 就得要报税 今天赚多明天赚少啊 这个月赚少下个月赚多啊 这也是不定期啊 其实不定期呢 它不是一个因素 知道吗 最重要的因素呢 就是我们的收入呢 都得要报税 就是这样 就算有没有单据或收据的好了 啊 这个没有单据 没有收据的 它绝对不是一个理由 因为单据跟收据呢 都是呢 纳税者的责任的 以便呢 能够理好它的账目的 不如呢 它的账目啊 是做的啊 国际水准呢 还是会计水准呢 那个另外一回事 但是要做得清楚 那收支表 要做得很清楚 收入跟支出的 这个呢 就是我们要报答的